我要信仿公布 的悲改 要令台湾奉恨中的得主 基金会创办人林玉玲先生 以AI方式惊喜献身 宣布第八届台湾奉献奖得主 由创办中华育幼机构 儿童关怀协会 与青少年自力发展 基金会的红警方获得 三十多年来 致力于私家儿少安置 与自力发展服务 年近七旬的红警方 很感谢林玉玲鸿洪台基金会 让他们能继续为 私家儿少的未来努力 林玉玲先生 关怀社会无私奉献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 因为可以发掘 这个美丽的台湾 曾经或者是现况 以至于未来 都有许多NGO 有许多的社工 有许多的志工 有许多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传承 那是承担的承 也是承权的承 那么他们有这个奖 而且有一个很严谨 严审的制度 然后也有丰富的奖金 我觉得可以激励许多的公益组织 这个切而不舍 这个更奋力往前 而且真是怎样把社会福利转化为社会资本 带来的是社会影响力 世代影响力 我觉得这个意义价值非凡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感佩 也感谢 获得玉林公益新秀奖的看见 齐柏林基金会方面 也很肯定林玉林鸿太基金会的扇行议举 协助他们逐步实现 齐柏林老师的遗愿 用影像爱台湾 看见齐柏林基金会是从2018年成立的 所以到今年是第六年 那六年来我们真的就是以奔跑的速度前进 那我们希望说把握时间 因为台湾的环境保护是不能等的 所以我们利用齐柏林导演在空中开设25年的作品 作为各式各样环境教育的一个教案以及素材 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看见台湾 那不只是看见而已 也要有省思 也希望不管是在行为上面 或是观念上面带来改变 那我们非常感谢玉林红太基金会 这次让我们得到台湾奉献奖的新秀奖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的肯定 那谢谢他们看见了我们的努力 也让我们更有动力继续的去引向 来创造改变台湾环境的一个力量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跟我们一起 持续的记录台湾 看见台湾 整个颁奖典礼颁发总金额超过1亿元 2017年创立至今 林玉林红太基金会期盼 透过台湾奉献奖 为公益团体提供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也希望借此号召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列 为台湾注入更多良善力量 我们是觉得说台湾有很多的社会团体 他们都在默默的为台湾奉献 所以我们也希望成为他们的支柱 然后把这个善的力量能够永续 然后绵延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每一届去选取一些 比较合适的一些的团体 然后给他们一些的经费 让他们能够有执行计划的一个支柱 其实我们也希望的是说 这个善款能够去好好的运用 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去对他们做访试 而且也会希望看到他们一些指标的达成情形 然后如果说他们在执行上 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也会去协助 所以这些的部分都是希望 让我们的善款能够发挥的力量更大 除了颁发台湾奉献奖各个奖项 因应山脱尔台风带来的灾情 林玉林鸿台基金会与公益信托也宣布 将捐赠给高雄市与新北市各600万元 基隆市300万元 总额1500万的善款 作为震灾及灾后重建的救灾基金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的话 这个风灾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的这个公益 就是我们基金会呢 还有这个公益信托 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这个散的力量 所以我们捐助这个新北 还有这个高雄 还有基隆 各自有一些的经费 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做重建 今年台湾奉献奖还新增特别纪念奖 终身成就奖给已故空中英语创办人 彭蒙慧女士 表彰他数十年来为台湾默默付出与奉献 同时捐赠2100万元 希望协助实现彭蒙慧老师的遗愿 继续提升偏向英语教育程度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